《四书五经》 今天我们修学大圣佛法,小圣经不学,儒家道家也不学,就好像盖大楼而忽略了建筑地基。 甚至连第一层也不要了,就要从第二层盖起。 这是空中楼阁,怎么盖都盖不成,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没有见到真正佛法人才出现的原因。 小圣佛法是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,就是孝亲,尊师,慈心,修实善业。 有了这个基础,才真正能够入佛门,具足学佛的条件。 而入佛门,应先拜老师,受三规戒。 三规戒是很隆重严肃的大事,不是小事。 这是正是拜释迦摩尼佛做老师,愿意一生依照老师的教训来修学,来修行。 而正是拜老师,老师就得传授修学的总纲领,指导原则。 从此修行有了标准,这个标准就是修正行为最高的指导原则。 这叫传授三规一。 三规是规一佛,规一法,规一僧。 古时候讲三规,大家都懂,不会错解意义。 但是,佛法传到现在,大家一听佛、法、僧,不少人就错解了三规的意义。 听到规一佛,就想到佛像。 规一佛像,这就错了。 听到规一法,就想到经典。 听到规一僧,就想到出家人,把三规的意思完全给弄错了。 唐朝的时候,禅宗六祖会能大师,唯恐后人对三规误解。 所以在谭经讲传授三规,就不是讲规一佛、规一法、规一僧。 他从三规的意义上讲,不用佛、法、僧的字样,而说规一觉、规一正、规一静。 使我们耳目一新,一听就明白他的意趣,不至于误会。 然后给我们解释,佛者觉也,佛就是觉悟的意思。 法者正也,法就是正知正见。 僧者静也,六根清静,一尘不染。 所以,我们修行的主要依据,是要依自性觉、自性正、自性静。 这个叫自性三宝,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。 而不是皈依某一个人,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,否则的话,才入佛门,头一堂课就错了。 而且,一错就错到底了,你还能有什么成就呢? 所以,传授三规时,传授证明的老师,一定要将三规的真正意义解说,这才是真正的传授三规。 我们听了欢喜接受,依教奉行。 从那个时候起,你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学生,诸佛如来的学生。 如果真正是佛的学生,经上说, 有三十六位护法神,日夜在保护你。 如果皈依错了,则是假的,那就得不到诸佛护念及护法神的保佑了。 先说皈依佛,什么叫皈依呢? 皈是回头,依是依靠。 我们从九远节以来,在六道里流转轮回,实在是无依无靠。 这是非常的可怜啊。 这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,没有遇到好的老师。 今天遇到了好老师,老师教导我们,要从迷惑颠倒回头,依靠自信诀,自信本来诀,所以皈依佛不是外面的佛,是自信佛。 静宗常常说,自信弥陀,唯心净土。 弥陀是自信变现出来的,释迦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 十方三世,一切诸佛如来,都是自信所现的佛。 所以,我们皈依的,是自信佛,就是自信觉,佛就是觉的意思。 从现在起,我们要觉而不迷,无论是对人,对事,对物,一定要觉悟,绝对不能迷惑。 所以,绝而不迷,才是真正的皈依。 如果你皈依佛,还是迷惑颠倒,还是颠三倒四,那你并没有回头,也没有依靠。 你那个皈依,是有名无实,得不到护法神的保佑,得不到感应。 所以,一定要认识清楚,皈依自信觉。 第二,皈依法。 法,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,想法完全与事实真相符合,就是正确的思想,正确的见解。 在佛经里称为,正知正见,或者是佛知佛见。 这是自信的法宝,不是从外面来的。 佛陀要从错误的想法,错误的看法,回过头来,要依自信的正知正见。 这个叫皈依法。 所以,法是自信的知见,不是跟着别人走。 佛之所以伟,佛之所以伟大,佛之所以令人敬佩,就在他没有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 而佛,完全叫我们做一个顶天立地,独立自主的人,这是他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。 生是清静的意思,也就是六根清静,六根是眼,耳,鼻,舌,身,翼。 接触外境有六尘,六尘是色,生,香,味,触,法。 凡夫跟陈相接,都会被外境污染。 接触到顺自己意思的,就起了贪心,贪就是染污。 而不顺自己意思的,就起了称慧心,被称慧染污了。 所以诸位要知道,五欲七情都是染污,这是心地的染污。 佛告诉我们,自性本来是清静的,没有染污。 我们要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,以自己的清静心,这才是归一僧。 三归一总结来说,归一佛就是绝而不迷。 归一法就是正而不邪。 归一僧就是静而不染。 佛教导能修正行持的三大要领,三个标准就是觉、正、静。 这是自性三宝。 觉、正、静,每一个人都有,都具足的。 从前把他忘掉了,从今天起要回过头来依靠他。 佛告诉我们, 要时时刻刻想到觉、正、静。 念念之中想到觉、正、静。 要用觉、正、静来修正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。 这叫做三归一。 这是真正的归一。 觉、正、静。 这三个原则就是三宝,而三宝是一而三、三而一。 你想想,一个觉悟的人,他的见解会有错误吗? 他的心会不清静吗? 心不清静,见解不正确,那就是没有觉悟。 同样的,一个正知正见的人,怎么会不觉呢? 怎么会不清静呢? 因此,这是一而三、三而一。 佛给我们开了三个见性成佛的门。 例如,这个佛堂有三个门,你只需要从一个门进来,一切就全部都得到了。 因此,只要在这三个标准中,采用一个就可以成功,就全部都得到了。 中国大圣宗派里,禅宗选择由决门进入,要求大彻大悟,明星见性。 教下,禅宗之外都属于教下,像天台宗、华言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,这些选由正门入。 也就是,依照经典的教训,来修正见解、思想、言行。 念佛的净土宗和密宗,这两宗都是由静门入,修亲静心。 所以,一而三、三而一。 这许多的宗派在三个标准当中任选一门。 虽然是选择不同,而功效成果则完全一样。 在没有进门的时候不同,也就是决、正、静不同。 进了门之后就完全相同了。 此时,我们才知道,法门真的是平等,没有高下的差别。 但是,决门一定要上根立志,要很聪明的人,心地很清静的人才能学。 否则的话,这个门是走不进去的。 你看六祖在《谈经》里说,我所接引的对象是上上圣人。 如果不是上上根基,这个决门是走不通的,休了也不会开悟。 正门,一般根基都可以走,时间较长,要念很多书。 就好像上学一样,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,要念好多年,路很长。 静门,静密两宗由此入门,专修清静心。 在这个末法时期,这两宗很盛行,实在有它的道理。 静门既不需要上根立志,也不需要走很长的路。 也就是花很多的时间。 这两宗之中,特别是专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,比密宗的设寿还要广泛,成就还要容易,更容易得清静心。 这是我们首先要将自信三宝认识清楚,知道如何选择法门作为修行的依靠,找到真正的皈依处。 否则的话,虽然在佛菩萨形象前面受过形式上的皈依,其实从哪里回归呢?依靠什么呢?都不知道,这就是错误了。 上面所讲的自信三宝,道理也许能够体会到一些。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,还是找不到一个依靠,三皈依仍然是落空的。 那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依靠呢? 就是三皈依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,要知道佛教每一宗都有它依据的经典和修学的方法。 譬如华言中所依的三宝,佛就是毗卢遮纳佛,法就是华言经,僧就是文书,普贤,以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菩萨僧。 他们是我们修学的榜样,我们跟他们学,要学得跟他们一样,这三皈依就落实了。 如果是法华宗,它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,我们就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,这是佛宝。 妙法莲华经是法宝,法华经上所说的菩萨是僧宝。 都是我们修学的榜样,净土宗依靠的佛宝就是阿弥陀佛。 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。 法宝是无量寿经和净土五经一论。 僧宝是观音、世智、文书、普贤诸大菩萨。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,学大世智菩萨的专一。 楞严经大世智菩萨念佛源通章说, 大世智与其同伦等,自从开始归一起,一直到成佛,修的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 就是这一句佛号。 不假方便,自得心开。 假是借其他法门来帮助。 修敬业者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法门。 从初发心到成佛,就是专念阿弥陀佛。 那要怎么念呢? 它的秘诀是, 都舍六根,敬念相继。 敬念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怀疑,没有夹杂,这个心是清静的,一定要用清静心来念。 相继是一句接着一句不间断。 不夹杂,不怀疑,不间断。 这是大势智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句。 而敬念相继,都舍六根,念佛决定成功。 夏连居老居士编了一部敬修解药。 他说, 敬宗出祖,大势智菩萨。 我出读时,为之惊诀,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说过。 等理解了以后,我非常的赞叹,非常的喜欢。 他讲得太正确了。 大势智菩萨是尽虚空变法界。 第一个专修念佛法门的出祖,是法界出祖。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娑婆世界。 娑婆世界释迦摩尼佛,释现成佛。 第一部讲华言经。 而华言会上,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祷归极乐。 则华言经里, 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的出祖。 无量寿经传到中国, 东晋会员大师在庐山见念佛堂。 集合志同道合的连友一百二十三人, 依照无量寿经专修念佛法门。 他是中国静宗的出祖。 所以,我们今天讲静宗出祖就有三位。 中国的出祖是, 慧远大师。 娑婆的出祖是, 普贤菩萨。 法界的出祖是, 大士智菩萨。 我到美国弘法, 李比南老师特别嘱咐, 应该将静宗传到西方国家。 我在达拉斯建立了一个小佛堂, 老人为我提匾额。 华言连社。 我在台湾讲了十七年华言经, 讲堂就用这个名称。 这次道场建立, 佛堂有二十一尺高, 我从大陆请来的西方三圣只有四尺高, 供养在佛堂中显得佛堂太高, 佛像太小, 不能相配。 于是常常在想, 墙壁上最好能够有大张的彩画佛像。 画的佛像一定要画美国人的面孔, 象征佛法传到美国。 这次来美国前一天, 有人送来一卷佛像给我,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的。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。 是基金会的简锋文军师带我收的, 送来的时候嘱咐, 这卷佛像啊, 请带到达拉斯佛堂供养。 我打开来一看, 是油画的西方三圣像, 真是不可思议啊。 阿弥陀佛是印度人的面相, 观音菩萨画的是中国人, 大势至菩萨画的是美国人像, 真的是感应道教, 不可思议。 而大势至菩萨是静宗出祖, 出祖到了美国, 代表净土宗真的传到美国了。 静宗学会于是在美国成立, 静宗学会是夏连居老居士提倡的, 在大陆上没有组成, 也没有建立。 第一个静宗学会是在达拉斯建的, 所以大势至菩萨献美国人的像, 我欢喜无量, 这是静宗的三宝, 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。 所以要学阿弥陀佛, 要学无量寿经, 要学观音世智, 它们就是我们修行的榜样, 修行的标准, 这才叫真正的皈依啊。 此外还要说明的就是住持三宝, 住持三宝就是佛像经书出家人, 它虽然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, 但是它的作用是象征三宝注释, 能提醒我们回头依靠。 因此学佛的人家里供养佛像, 常常见到佛像就提醒自己, 我要皈依自信佛, 处世待人接物, 一定要绝而不迷。 如果没有人提醒, 就会忘掉, 又迷惑颠倒了。 所以, 佛像提醒皈依的作用很大, 我们供养佛像的功德, 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。 而经书要天天念, 但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。 我们念《无量寿经》, 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, 而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。 它在经上教导我们, 怎样存心, 怎样处事, 待人接物。 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、 见解、言行, 使我们日常实际的生活写出来, 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 而《无量寿经》, 就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写照。 如此皈依法才落实, 这是法宝。 僧宝是出家人, 看到出家人, 无论持戒、犯戒, 就会提醒自己, 六根清静, 静而不染。 这就是出家人的大功德, 这是祝持三宝对于我们的功德利益。 要知道, 皈依不是皈依某一位法师, 法师只是僧团里的一个代表, 他把三皈依的意义, 修学的纲要传授给我们, 使我们知道, 从今天起, 就要依觉、 觉、正、 静来修行。 佛法所要求的是智慧, 是大圆满的智慧, 也就是圆满的自信。 佛法之所修, 是觉、正、 静, 觉而不迷, 正而不邪, 静而不染。 那要用什么方法修呢? 方法很多,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, 无量无边法门。 法是方法, 门是门静, 不论用什么方法, 不论用什么手段, 都是修觉、正、静。 如果不是修觉、正、静, 那就不是佛法了。 因此方法虽然很多, 目标却是相同, 这就是, 殊途同归, 法门平等, 无有高下。 我们修净土, 绝不可毁谤禅密诸宗。 为什么呢? 因为, 他走的门路, 虽然和我不同, 但是目标则是一致的。 好比我们坐车到此地来, 他走路来此地, 我们不能说他错, 因为条条道路都通达到这里, 他可以自由选择。 我在亨斯维尔, 有一位同学来问我, 佛法这么多法门, 我们都迷惑了, 应该修哪个好呢? 正好当时地上有个球, 我就指着球说, 佛教就像这个球一样, 你看球面上无量的点, 就好像法门无量的多, 佛法教你求原心, 任何一点只要直修, 都能达到原心, 不必找第二点第三点。 古人说, 旧路回家, 何必绕圈子呢? 他明白了, 佛法所求的就是真心, 心性明白了, 全体都得到了。 所以,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, 秘诀就是专, 只要专修, 必定成就, 能得定, 能开会, 能证得大圆满的自信, 使自信完全开显出来。 所以, 住持三宝, 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功德, 有很大的贡献。 出家人是僧宝, 我们对于任何一位出家人, 都应该尊敬, 好的出家人, 我们亲近他, 而不如法的出家人, 我们近而远之。 远就是不要跟他学, 不是不尊敬他, 以他的作为形象, 给自己启示, 警惕, 这才是真正皈依三宝。 所以, 皈依三宝, 绝对不是皈依一个人, 如果说皈依一个人, 问题就严重了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将来你的前途, 是跺阿鼻地狱。 怎么说是跺阿鼻地狱呢? 因为僧团是团结的, 近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僧团, 虽然分布到近法界, 依然是一个整体。 而我们这个世界的僧团, 好像是支部分部。 我们若是认定归依某一位法师, 那么这个法师是我的师父, 那个法师不是我的师父, 这就是制造党派, 分化团体。 这个罪过就是破和和僧。 《戒经》中说, 破和和僧的罪是跺阿鼻地狱, 是侮逆重罪。 而侮逆重罪是杀父、杀母、 出佛身血、杀菩萨阿罗汉、破和和僧。 如此说来, 你不归依还好, 还不造这个罪业, 这一归依就破和和僧, 这就不得了了。 还有要知道, 归依只有一次, 不是见到了假法师就求受三归依, 以法师来又去受三归依, 归依好多法师, 自己认为了不起, 这么多法师保护我了。 其实, 你一菩萨过河, 自身难保, 谁也保不了你。 只有归依自性三保, 那才叫真正诸佛护念, 善神护佑。 所以, 这个观念要弄清楚, 要弄正确, 千万不能错。 在我传授三归依的时候, 若是已经归依过, 而没有弄清楚的, 今天听讲明白了, 从心里回头, 以自性诀、 正、 静, 就是真正归依。 至于仪式不必另外举行, 法名也不必另外取。 只要一念回光, 真心受持, 便是真正把三归依传授给你了。 受持三归, 是入佛门最重要的一刻, 是非常的隆重, 也非常的严肃。 如果是真正接受了, 学佛就从当下开始。 接受三归之后, 要保持, 不能把绝、 正、 静, 失掉了。 也就是说, 时时处处要意念, 绝、 正、 静, 这是我们修正行为的标准。 佛教修行方法无量无边, 都是修, 绝、 正、 静。 但是, 绝、 正、 静三门, 明心见性的三门, 我们任意选修一门, 修成了, 则三门都得到了。 静三门都得到了。 静三门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